HELLO 哈囉 你好 我是萊斯 夏特買了一堆遊戲啊 最近要好好消化一下 今天要介紹的這款遊戲叫Typerman 這大概是我介紹的遊戲裡面 非常少數沒有中文或漢話的遊戲 其實是有漢話啦 可是我沒有裝 因為只能夠介面漢話而已 然後劇情應該會比較能看懂一點 裡面的蒐集師劇情大概有幾段 每一段都兩三句英文而已 主要的過場劇情都是用演的 沒有翻譯的問題 Typo的中文意思是拼錯 錯字的意思 Typoman就當他是錯字俠好了 查了一下其他人好像是這樣翻 這款是帶有一點動作風格的字迷遊戲 主角本身就是一個用字母拼起來的人 頭是O 身體是E 腳是H 手是R 既然是錯字俠的話 應該這就是有HERO的含義 除了主角以外 裡面的頭目和怪物 也都是由字母所拼湊起來的 像是毀滅 或是恐懼 之類的 也會有一些需要用到 英文單字解的字迷 例如說前方的道路因為 空中有RAM 所以空中一直在下雨 而雨勢太大 地上的積水會讓主角無法前進 主角要從上方樹上的繩索盪過去 繩索下方悬掛著一個D的英文字母 盪過去的時候會把D的字母跟RAM合併 就會變成DRAIN排水這個單字 於是盪過去的同時會把池塘的水吸乾 又或是路邊一個O形狀的石頭 推到一個有N形狀的橋顏旁 就變成一個ON的單字 把某個機關打開 有一部分的字母是這樣 你不需要任何的英文基礎就可以玩 如果你看得懂這些簡單的單字 玩起來會很有趣 可以體驗這些小巧思 那另外一種字母會比較難一點點 他會給你幾個字母讓你去拼湊單字 然後用這些單字產生出來的能力過關 這些能力會給你一個作用範圍 例如說有一個通往高處的平台 你可以利用UP或是DOWN去影響平台 來讓平台升降變成電梯 或是用Good Brave勇敢 甚至是信念真實相信這些正面的單字 Faith True Believe 來做一個護照保護你前進 這又是另外一種字迷的玩法 那裡面有一隻玩家可以合成的小怪獸 這隻小怪獸叫謊言 可以用Light拼出 只要拼出來他就會在原地附近 讓玩家驅趕 驅趕到單字附近 他就會把單字吃掉 並且突出相反字翼的單字 例如說你想要拼個Turn 來翻轉某個物件 可是你沒有N可以用 這樣你就可以拼一個Light叫出謊言怪獸 然後用Up給他吃 讓他吐出Down 這樣你就會有N的字母讓你去拼Turn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複雜 不過因為每一個區塊會給你的字母都很少 不會給你說太多沒有用的字母 而且會特別擺開讓你去解字母 例如說一開始只給你五個字母 然後讓你去用這五個單字做拼湊 去拿同個畫面的另外兩個字母 來解第三個謎題 所以秉持的這個原則阿 是沒有什麼在卡關阿 用的單字大概就是國中高中生程度而已 我是比較輕鬆的啦 反正卡關懶得想我就一直裝忙嘛 假裝上廁所回來阿 偷偷瞄一下實況聊天室 一定會有人幫忙解答 簡單來說阿就是等答案 除了這些字母以外阿 裡面還有一些有趣的小彩蛋 例如說你拼出Rose 字母上就會跑出玫瑰 拼出Ref 就會像是Ref Party 狂歡派對一樣 會有一個五光十色的閃光 還會有音樂跑出來 這個小遊戲阿 我給非常高的評價 它的字母巧思我覺得太好玩了 而且玩起來非常有成就感 英文太爛的阿 我覺得可以跟朋友一起玩 不太好的勉強可以玩 缺點的話 我覺得動作層面蠻少的 然後沒有什麼太多動作要素 劇情非常短 原本以為大概會有五張 結果總共只有三張而已 大約三小時全脫 夏特一開始的時候 這款有特價五折 原價3585之後179 但是夏特末期的時候阿 特價就收掉了 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放到願望清單裡面 好啦 介紹影片就到這邊 這次我就把我具體帳號放在上面阿 有興趣的話記得去幫我點個追隨阿 要找我聊天的話 實況的聊天是不是會是個好方法 不要再洗我的私人帳號或是粉絲團啦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掰掰